周瑜鲁肃吕门陆逊他们四个里面孙权最信任谁 那必须是怀斯派刘裕契的鲁肃 孙权用怀斯派刘裕契的一号人物鲁肃 替换了中护军周瑜收回了中央军 孙权用怀斯派刘裕契二号人物诸葛景 替换了长使张昭收回了将军幕府内的大权 孙权用怀斯派刘裕契三号人物布置 替换了家主孙奔的亲弟弟平南将军孙府 令娇州成为自己的未落入家主孙奔一党手中 对于孙权来说什么外戚宗士藩属怀斯蒸发江东士族 全是外人包括自己的亲弟弟孙毅都是外人 唯一的心腹就是以鲁肃为首的怀斯派刘裕契 这里是超硬和干货连载周瑜传的第十回 有人说了不对呀鲁肃是周瑜推荐的呀 他是周瑜小弟应该和周瑜是一个派系的才对呀 确实鲁肃是周瑜推荐的 鲁肃是周瑜的债主也是跟随周瑜南下的跟班 现在是周瑜安插到孙权身边的耳目 鲁肃没有战功 在怀斯派征伐系内部垫底 在张昭周瑜讲清邓当周泰成武之下 他啥也不是 鲁肃原本压根不会被写进史书 但鲁肃到了孙权身边敏锐的发现了商机 现在怀斯征伐是红海是热点 跟他们混是卷不过队友的 但孙权这里其实是蓝海是盲点 大有生意可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孙策给孙权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孙家势力占据了五个郡 卢江 丹阳 吴郡会计 豫章 后来从豫章里面分出来个奴隶 可以不算 卢江 怀四人 李树的造反了 我上上集说过 吴郡 张昭和周瑜掌重视 大权在他们手里 孙权是个傀儡 我上上集也说过 丹阳郡是外戚吴郡的 豫章郡是宗氏家族孙奔的 会计郡最麻烦 孙策得罪了会计的周家 王家 钱家 周家 许家 太平道 福州山岳 会计百姓 以及会计学子等等 被孙策得罪光了 会计郡几乎要脱离孙家的统治了 这是孙权的现状 主速思路清奇 如果我抄底呢 如果我成为谍中谍呢 我明面上还是周瑜的耳目 但暗地里真心实意的投靠孙权呢 我帮助孙权崛起 我能不能成为孙权心腹第一人呢 坐红海 坐热点 我是怀四征伐的最底层 但如果坐南海 坐盲点 我就是江东的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有人说了 孙权那么精明 怎么能相信鲁肃呢 关键是鲁肃提出的方案太劲爆了 第一个口号 汉氏不可复兴 曹操不可足处 这位说了 不就是个口号吗 那怎么地 怎么地 这是颠覆性的国策级决定 怀四征伐系 想打回怀四 鲁肃一句 汉氏不用救 曹操不用打 好了 思路明确 咱们不北伐 不打回怀四 孙策临死前 向怀四派承诺的 支持怀四人打回怀四 让鲁肃这定的国策是反对 再者 鲁肃是周瑜弄进来的耳目 按道理鲁肃的建议 是要符合周瑜的利益的 但结果差差相反 周瑜多想打回江内的卢江呀 结果鲁肃建议孙权 不要怀四 放弃 别忘了 鲁肃自己也是怀四人呀 他能提出这个建议 他已经跳出了地狱归属感了 我自己也不要家了 这辈子都不要了 第二点建议 顶足江东 把江东当成基地 这话啥意思 怀四征伐是想着 打回怀四放弃江东 到鲁肃这好了 告诉孙权 咱不走了 咱的目标就是江东称帝 江东以后就是咱的家 咱大力发展江东 好 问题来了 大力发展江东需要提拔谁 江东的士族豪强呀 这才可能大力发展江东呀 但这些人跟谁有矛盾 怀四征伐呀 我上集说孙策杀了一堆士族豪强 孙策下了命令 谁动的手呀 那不就是怀四征伐吗 谁陪着孙策打进江东的 那不还是怀四征伐吗 怀四征伐和江东士族豪强 是血淋淋的仇恨 在怀四征伐心里 我们得永远压制他们 否则他们翻身是要报仇的呀 这就和刘备带着荆州派打进益州 那荆州派要永远压着益州人呀 否则益州人起来了 荆州派就完了呀 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是这样 益州人纷纷投降邓爱 邓爱带着益州人 灭了诸葛詹为首的荆州派 这也确实报了仇了 所以鲁肃这计划 周瑜要听到了 得把鲁肃千刀万挂才解恨 你提的每一句 都在坑我们怀四征伐呀 不过鲁肃这群怀四刘玉戏是老油条 他们跟怀四征伐是朋友 大家都是怀四人呀 他们跟江东士徒也是朋友 我们是刘玉过来的 没杀过你们江东人 他们是蝙蝠人 游刃有余 否则怎么敢暗中提出这么劲爆的计划 有人说了 我没感觉哪里劲爆呀 举个类似的例子 就好比诸葛亮把马良推荐给了刘备 结果马良跟刘备说 不要打一龄之战 不要为荆州派打架 我们放弃荆州 就让诸葛亮那些荆州派 在一周逐渐削弱下去 第二我们要启用益州人 让什么彭杨呀 乔州呀来代替诸葛亮 我马良带着我弟弟马素 给你刘备当心腹派系 把荆州派逐渐边缘化 以后蜀汉 你就用我们马家派和益州派 两个派系来做制衡就可以了 荆州派也不用杀他们 旧派他们去打仗 政治能量逐渐削弱 最后耗光他们彻底消失 请问 如果马良这么跟刘备聊 你是诸葛亮 你什么心理 你是不是想把马良千刀万刀 终于要知道 那估计也是一样的 原本是派一个土财主 给自己当耳目 结果人家摇身一变 暗中当谍中谍了 把怀四蒸发给卖了 好 大方向有了 那具体怎么识操呢 首先放弃怀四 我之前说过 徐坤去打了卢江 周瑜的老家 打完之后呢 孙权放弃了卢江 不要了 这把怀四人整懵了 孙策许诺我们回怀四的 现在孙权岳父 打下了怀四的卢江 竟然放弃了 这几个意思 孙权要带着岳父 跟我们怀四蒸发 彻底翻脸吗 怀四派真纳闷了 但鼠鼠地盘 发现不对 隔壁的会计郡 怎么归了吴郡氏族管了 这是发生了啥 之前孙策不是在会计 得罪了一堆人吗 当时负责管理会计的是 会计工巢 会计本地人 你让会计本地人 来管会计 再加上孙策在会计 又不得民心 这怎么弄得好呢 所以孙权上位后 立刻分了一个会计郡臣 来执行会计太守的权利 谁呢 雇佣 吴郡故路诸张四家族 雇家族长雇佣 这招高明呀 用吴郡氏族的能力 去平定会计的反抗者 弄不好两败俱伤 吴郡和会计郡的 氏族豪强都被削弱 这对于孙家不是坏事 弄好了吴郡氏族 压制住会计郡的氏族豪强们 权力覆盖整个会计 获得实际利益 那就买卖就成功了 孙权和吴郡氏族达成同盟了 有人说了 一个小小的会计能有多少利益 会计有多大呢 相当于今天的大部分浙江 加整个福建 几乎是两个省的地盘 就这么大 现在权归女吴郡的顾家了 爽不爽 你能吃下来就是你的 那雇佣吃下来了吗 史料里面三句话 跑除贼寇 郡届宁静 立民归服 跑除是啥 打呀 我们记忆中雇佣是个文弱的老头 历史中可不是 大地主 氏族 太爷爷当过尹川太守 雇佣本人是大名是蔡雍的高徒 蔡雍爱他爱到不行了 把自己的名字雍都送给他了 不然雇佣为啥叫雍呀 这个雍是蔡雍的雍 因同自不通阿姨 我猜色弄不好 蔡雍都想把蔡文基嫁给雇佣 所以雇佣是要家族有家族 要师门有师门 否则凭啥顾陆诸张 他还押陆逊一头 另外雇佣的妻子还是陆康的女儿 也就是陆逊的堂姑 所以陆逊喊雇佣得叫堂姑服 雇佣在会计咔咔一顿输出 又有超能力 胡萝卜栽大棒 打打拉拉 清囊口打两下 有的人被打服了 有的人被买服了 有的人一看别人服了 也只能服了 总之都服了 史书原话呀 郡介宁静 立民归服 这说明啥 说明雇佣没来之前 郡介是不宁静的 官吏和平民是不归服的 不愿意跟孙家 现在都解决了 这比买卖成了 雇佣掌控了两个省 孙权获得了吴俊氏族当盟友 当年打压你们的是我哥 跟怀四征伐 而我不一样 我孙权没欺负过你们 我的心腹是怀四流域 也没欺负过你们 所以我们可以是好朋友 你跟我玩 我给你利益 顾家得到了利益 那陆家呢 朱家呢 张家呢 孙权又给了什么好处呢 且看第十一回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